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金片牛百度 我们来拆快递 这快递看上去很硬 不知道是不是和硬菜 是个铁盒子让的 更薄更透更强防护 干化膜 抽出来的 这边用胶带粘的去 拆一下 好 好 出一个外卖 叫了只黑椒鸡 哦 这不是 写了个纸条 数据线是好的 充电口断了 帮我换个1.5米的线 好 又认证了我家的线 换个1.5米的线 首先把这个剪掉 壳子已经裂开了 这个线就不用了 ESB头不用它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外壳给去一下 外壳去的有很多种方法 最简单朴素的方法就是 拿一个刀片滑一下 好 就打开了 这个小月牙盖 把它给留下来 等会做好之后呢 还封进去 显得更完美一点 然后把这个外面的胶 胶皮剥掉 好 粘起来 好 粘起来 要加油 我们来扯5米线给它 扯1.5米的线 好 1米5 1米5 这个再量一下 准确 开玩笑 1米5大概 多一点 多一点 好 这个就是1米5的线 今天我打算 不用切客机切这个闪电头 那我们用这个钢锯条 来给它锯开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再写一件 操作一下 好的 刚刚用那个钢锯条 一块钱一根的钢锯条 就把它锯成像这样 打开之后呢 我们后面的铁格子 把它给搬翘起来 等会我们焊好之后 还把它给复原 把它给盖下去 上面点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用到这种钢锯 把这个钢锯 把这个钢锯把上面盖子 点一点那个焊锡 再封紧 这样的话更完美一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把那个胶给除一下 然后把线给焊进去 我们来操作 这个就焊好了 但我们在铁的往回按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焊点比较突出 腰坠盘突出 所以我们要把它给 搞一个高温胶带 给挡一下 像苹果快充的话 里面也有这个高温胶带 做为绝缘 剪一点点 剪一点点就行了 剪一个正方形 这样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给贴上 主要是正极这边 负极都有所谓 好 然后我们把它给硬叠起来 把硬叠起来 把硬叠起来 尾夹给夹起来 尾夹给夹起来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外壳 看能不能装进去 把外壳给拉上来 看能不能装进去 好 没毛病啊 我们看这个盖子能不能装上去 这个盖子能不能装上去 好没毛病啊 听到咔哒一声吗 卡进去了 等会 当然这里面还没有封胶 等会要封胶的 首先给大家看 这完不完美 好 搞好了 完不完美 这个我们先保留 然后呢 我们来看USB这边 这边头子的话 看能比较容易一点 开始操作 好 好 这个线就已经做好了 它这个闪电头上面 有点轻微的黑点 稍等我们再给刮一刮 看得还可以吧 将来我们试一下 拿个电流远 我们插上电流远 好 随便找个手机来试一下 找个7P吧 嗯 可以充电啊 电流是0.96A左右 因为我这个是5V燕安的充电器 好的 本期节目主要介绍 如何用钢锯条 来锯这个闪电头 并且完整的做一根数据线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